人生如戏,关键还开演技,各位好,我是黄河边,今天是2018年的8月9号 一说到,郭文贵大事完了之后,蚂蚁帮究竟想何出去? 也就是说,蚂蚁帮究竟以怎样的方式了结呢? 这有点像提前办后事的味道,又要引起蚂蚁帮很多人的记恨了 那些老流氓又要跳出来,带着他们的祖宗把自己的祖坟刨了个遍了 但是没有办法了,因为对于这种骗子的揭露 本身对于那些,不管是真的假的受骗上当的 或者是故意帮着骗子行骗的那些人,那些打击总归是有的了 换句话说吧,我们就是假设或者说我们设计一下 当郭文贵最后被美国政府遣返回他应该去的地方的时候 那么最终那些蚂蚁帮的那些成员,我说的不是广大的蒙骗上当的 都是那些非常高亢的,至今有一点疯疯癫癫的那些人 不管是真疯还是假疯,那些人究竟以怎样的方式来面对呢 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了 那么我估算主要还是有六种方式 当然了,说的不对,大家可以补充,那前几天我关于这个 为什么郭文贵这个骗局一年半到现在还能骗下去 我那总结了六条理由,后来好多朋友给了我一定的补充 我觉得都是蛮有道理的,至少有两点需要加上 一点就是中国人那种对于富豪的那种膜拜 就说我自己也许没有成功,至少是商业方面没有成功 但是我对那些不管用哪种方式致富成功的人 他是充满了一种敬仰 当然有人是会记恨,但是更多的人会敬仰 所以他们是在别人的成功的时候,他是成功着别人的成功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中国政府呢,在对待郭文贵这件事情上面呢 可以说是举手投足都显现出一个专制政府的原有的那种傲慢的做派 他完全啊,不想啊,用一种比较公开的方式来回应 这个呢,就像中国政府回应那些民运人是什么的,都都是一样的 啊,他永远不会啊,以外交部发言人的方式啊,以某种官方的方式来回应 他觉得不能高抬你们啊,你们都是小丑 所以他愿意私下跟你做一些勾兑 不愿意公开 那么这一点上呢,我认为共产党在郭文贵这件事情上 应该说是处理的是一塌糊涂的 啊,好了,我们今天呢,接着来说说 郭文贵大戏完了之后 也就是郭文贵的这个纽约亲口结束之后 那么那些蚂蚁帮的人怎么办呢 第一种,就是郭宝胜模式啊 这个郭,郭,郭宝胜不好意思啊 这个,我们把这个模式呢,都会有一个样板啊 不过呢,我在这里呢,应该说郭宝胜模式是我这个几个 他们蚂蚁帮成员结局当中是属于比较正面一点的了啊 郭宝胜模式就是道歉 然后呢,对郭文贵进行一些揭发 然后呢,进行有限度的悔悟啊 然后呢,做一些啊,这个批评或者批判啊 这样呢,启发更多的人呢 以后呢,不要像自己那样上当受骗 那么这个呢,应该说呢 呃,在海外一些比较知名的民运人士当中呢 他们如果选择这一点 就是也是,也就是说选择郭宝胜这种模式呢 应该说呢,呃,不能说是,呃,好像是人家华丽的转身 而是说人家通过这种方式呢,可以延续自己的这种啊 追求民主自由的这种政治的这种生涯 那么这一点呢,呃,我觉得是,嗯,在郭文贵大席入幕之后呢 有些啊,有些人士啊,可能会选择的一个方法 那比如说魏京生吧,呃,他有可能会选择这种方式啊 他觉得,哎呦,当时是有点问题,啊,怎么怎么着了啊 那么这个也是假设了啊,啊,这也是假设了 也许这个,呃,魏京生先生到时他奋鼻疾呼啊,啊,这个,或者说是这个登高一呼啊 要求大家啊,呃,这个,来反对美国政府遣返郭文贵,这也说不定啊 那么郭宝胜的模式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明智的模式啊 这是一种,第二种,第二种就是挺郭慧模式 因为在郭文贵爆料之后呢,各地,啊,组建了不少挺郭后援会 后来为了,呃,这个,呃,办不办,啊,这个挺郭这个协调中心这个问题上面呢 郭文贵跟这些挺郭会全部,啊,可以说是分道扬镳了,啊,啊,那么挺郭会呢 各地的挺郭会呢,在这之后呢,大部分呢,都解散了,啊,基本可以说都解散了吧 啊,啊,解散了之后呢,他们原则上的就是成建制啊 都加入了,啊,这个挺郭协调,啊,不是挺郭协调中心,爆料协调中心 有些呢,就是改版成为其他的一种啊,追求民主的啊,那种团体了 那么这个呢,呃,我发现他们有一个特点啊,呃,有一部分啊,呃,就说呢 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就是当时我们挺郭是对的,那么现在我们反对郭文贵也是对的,啊,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思路 袁洪敏教授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面 他已经说明的比较明显了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各地挺国会模式 那么也可能会再出现在公文会爆料结束之后 有些人说我们当时这是公文会 这是对的 那现在我们反对 我们看穿了 他原来是这种人 我们现在也是对的 这个呢 尽管在我看来 这种说法是 我是不带苟同 但是这种说法我们也要尊重了 那么第三种模式呢 就是反忽悠高手模式 这个反忽悠高手 大家知道就是我们温哥华的反忽悠高手了 那么在共文会爆料的这个开头的那几个月 至少是从去年7月到12月 或者是一直到今年的2月份期间吧 到今年的3月份期间吧 他这种高调挺国呢 是到了一种非常忘情 或者说是有一点近乎杰斯底里的程度 那么这一种呢 就是检验的指标什么呢 就是他公开宣布 我是等到国文会要遣返的时候 我要到纽约的这个铁路上面 我要去握鬼 这就是有一点舍身 忘记的这种程度 那么后来大家也知道反忽悠高手呢 这几个月都烟习西谷了 因为五一共正协调中心 以及郭文贵的一些说法呢 跟他肯定有很多的分歧了 那么现在呢 他的一种方式呢 就是从此啊 在这些不管是挺锅也好 砸锅也好 或者其他的这种啊 追求民主的这种啊 这种行动当中 他就消失了啊 就沉寂下来了啊 那么这个呢 也就说呢 就是随着郭文贵的玩完呢 他自己也把自己玩完了 那玩完怎么办呢 他选择一条 就是不再去进行争议 不再去进行各种各样的这种说明 也不再进行任何感情非常投入的那种斗争 那么最后呢 等于就是自己啊 走夜路踩了一堆狗屎 那么自己呢 就沉寂下来 这也是一种啊 那么第四一种呢 就是东北流氓模式 因为在郭文贵爆料当中呢 出现了一个啊 非常显著的一个东北流氓的这么一个群体了 所以人数虽然不多了 但是呢 他们是以啊 带着祖宗八代啊 啊 这个赤膊上阵啊 啊 这个啊 这个八方树敌啊 这种方式 这是可以说是民主运动 如果要碰到这些烂仔呢 人渣呢 那就算倒了八辈子没了 不管是郭文贵 或者其他都倒霉的 不过呢 好在啊 绝大多数的 不管挺锅也好 杂锅的人也好 都看得非常的分明了 那么 但是呢 这拨人呢 呃 他们在这个挺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呃 他们的出镜率 他们的吸引的程度啊 是非常高的啊 因为他们你们不敢说的话 我敢说 你们不敢带的祖宗 我敢带啊 都敢带 而且他们互相还内斗 内斗起来 那下手也很狠 这说白了就是有一点啊 神经兮兮了 那么这些人呢 呃 结局呢 比这个反护育高手差很多 至少反护育高手 别人还 虽然他不道歉 不解释 那至少人家还 哎 心存一点善念是什么呢 就是他至少呢 他知道自己呢 哎 在挺锅过程当中出了问题了 那这伙人呢 这个流氓帮呢 他不会啊 他弯弯拉倒 擦屁股走人 哎 是这种啊 又到别的地方去捣乱 也说不定 啊 要看当时的形势了啊 这也算是一种啊 第五一点呢 我不想提名字吧 我本来想提名字 我想想还是不提了 就是美国的那一家 让郭文贵啊 上了六次直播节目啊 来胡说八道的那个媒体啊 就是某某模式 我就不说了啊 我就不说名字了 因为好多我都不说名字啊 这个 这个这个 有我不说的理由了啊 那么这一家这个 这个模式呢 就是他再也不发表 挺郭文贵的文字了 同时呢 他是带着对过去的 可以说是一种 对自己这种职业的这种羞耻啊 然后呢 继续进行他的媒体工作 啊 这个模式呢 主要就是适应于现在 啊 郭文贵爆料之后涌现出的这个造谣平台 那么这些人完了之后 你郭文贵完了 我们还得 我们还得混下去啊 啊 蚂蚁帮的人员们已经坐鸟手散了 那怎么办呢 哎 毕竟还是一个盈利性的平台嘛 也积累了不少人气嘛 啊 虽然倒掉了 这个这个这个战神倒掉了 那么 他们往往呢 会延续他们的媒体生涯啊 只是呢 不再做关于郭文贵 也就是他们原来拥戴的那个战神的 所有的那种评述啊 他故意绕道而行啊 哎 不过呢 我要说的是 他们的这些行为是 那些知情者的眼中 是很难勾起对他的敬意的啊 因为他们采取的是 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以前的所作所为 帮助骗子造谣的所作所为 不加任何的评述 当然也包括 不对被他们伤害的人 做任何的道歉啊 这一点上呢 呃 我觉得这也算是这个 某某品模式啊 我就不出 不说出他的这个名号了啊 大家都心里明白了啊 呃 第六呢 第六呢 就是琼崖纵队模式 又称呢 红色娘子军模式 那么这个呢 我要解释一下这个红色娘子军呢 呃 其实是中国文革当中的一个芭蕾舞剧 那么这个这个剧呢 呃 影响很广泛 而且呢 这几年呢 也经常到海外来演出啊 呃 红色娘子军呢 他主要说的是海南岛琼崖纵队啊 一个女性啊 呃 这个参与的一个红军的一个队伍是1931年啊 在海南岛琼崖市现在的啊 组建的这么一个啊 叫中国工农红军的一个独立师的特务联啊 这个特务联呢 呃 分成三个牌啊 一共最高峰的时候 一150人 全部是由女子啊 参加的 就他的全名啊 全名叫中国工农红军啊 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特务联 那么这个特务联呢 在琼崖呢 和国民党啊 军队呢 进行过啊 激烈的交锋 最后是弹尽两绝啊 呃 这个可以说是呃 整个就被国民党给打垮了 那么打垮之后呢 呃 剩下的差不多呢 呃 也没多少人了 啊 没多少人呢 后来呃 这个战败之后呢 呃 这一支啊 红女红军的队伍呢 啊 剩余的 那么不多的那几十号人呢 可能有个三四十号人啊 到2010年的时候还剩下七位 我在1997年和2002年 两次去海南岛 到那个红军园呢 去看望 第一次去的时候 还有十几位老红军 在那里啊 第二次去呢 只剩下六七位了 那么到2010年的时候呢 剩下七位 那么这个团体后来的这些人员呢 就就是这个啊 啊 我们说的 共产党的说法 革命失败之后 这些人呢 有些呢 就就就 嫁人或者改嫁了 啊 有些呢 就是啊 流落 流流流落街头了 有些呢 就是可能精神上受了点刺激啊 然后呢 就在人群中消失了 还有些人呢 就隐姓埋名躲起来了啊 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 当他们追求的理想失败之后 这些人呢 就四处啊 选择自己的方式了啊 等于呢 就是失败了嘛 那么就散伙了 这个呢 我说它是叫穷牙纵队模式 啊 又称红色娘子军模式啊 啊 这红色娘子军模式呢 确实是说起来有些哀伤 但是呢 大家到时会发现 这个模式 也是今天啊 墙内的大部分的人 一些啊 郭文贵的一些痴迷者 一些海外的一些痴迷者啊 他们没有办法选择的一条路径了 那么这六个啊 郭文贵这个大结局之后 蚂蚁帮成员的啊 这个各种不同的走向呢 呃 应该说大多都不会逃出这种 啊 这六大结局当中的一种 啊 那么希望呢 呃 郭文贵爆料啊 到现在呢 一年半 他攀登喜马拉雅的征途呢 还有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 我们也希望郭文贵呢 能够改正自己啊 在爆料过程当中的这一系列的啊 可以说是非常让人奇怪的一些做法 啊 然后呢 做一些调整 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蚂蚁帮的成员呢 能够好运啊 能够真正的 能够实现你们共主的这个愿望 当然了 这是不可能的了 报假料还得继续 蚁文贵还得努力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